据媒体报道,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16日对GYG成员朴友天的性交易、性侵等四项嫌疑,全部做出了无嫌疑处分。 朴友天自去年6月起陆续被4名女性举报性侵,警方在调查中没有查明朴友天使用强制手段的证据,但警方认为朴友天与其中一名女性存在性交易,因此在将此案移交检察院时,建议检方以性交易罪起诉两人。 朴友天的经济公司负责人使6日表示,检方最近对朴友天的所有嫌疑都做出了无嫌疑处分,其中也包括警方所谓的性交易嫌疑。 自明诬告朴友天的报案人已经有一人被判刑,一人被不拘留起诉,但剩下两人一行踪不明,诉讼还没有任何进展。 朴友天的经济公司表示,检察院的无嫌疑处分让去年6月开始的有关朴友天的一系列纠纷终于落下了帷幕。 朴友天虽然是受害者,但作为公众人物卷入这样的事情,他本人也有很大的责任。 为此朴友天正在深刻发现。